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新的猛鬼宿舍 我是耀耀 今天给大家带来解锁的这个剧情模式 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剧情 感觉就是地图有了一些变化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吧 之前我好像也玩过 这个就是重新补全地图重新解锁的时候 重新给大家录的 选了一个比较一般的房间 也不知道咱们状态怎么样啊 这个房间也是有设友的 是这个长手的这个猎猛者 我觉得他的伤害比其他的要高一些 一个他一个那个披头散发的那个 感觉他们还都是挺厉害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咱们还是正常地发育一下吧 开始生的时候我好像生错了 咱没生床吗 来吧 多多生床 然后生门 希望我的这个摄友能够多多帮忙吧 这个剧情也不知道是什么剧情 是不是就是不让我过去 他怎么第一个攻击的就来我这了 不再这样的长手长腿的大哥 发育的确实是有一些慢 但是我感觉我的摄友也是这意思 让他们多转转吧 多转转的话 咱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发育 门一定要做好防御 这个地图反正看着比之前咱们玩的经典模式地图 要更细致一些 大哥你怎么又来了 别这样行吗 速度太快了 哎呀我这个128升早了 应该在他攻击我这个门残血的时候 咱们才升的 这样的话就浪费了一小管的血条 真是 哇他怎么还狂暴了一下 别打我了大哥 咱们都不容易 我这血真是蹭蹭的掉 行现在是每秒16的床子 是不是我应该建些炮塔呀 只要他不来的话 咱们还是稳稳的先升一下吧 先把这个发电游戏机造出来 毕竟后边咱们需要这个自动修理呀 可是这局我自动修理只带了一个 如果真是攻击的比较厉害的话 可能我还是不太能承受的了了 最好的是装四个这个自动修理 我觉得就是轮流起来能够有更大的把握吧 这个他这没完没了的打 咱们就没有这么大的把握去赢了 是不是 但是也没办法呀 希望咱们摄友能够给力一些 我们混过去 就剩一丝血了 你不打他 你过来打我来了 不要这样大哥 升级还得有一段时间了 破门而入了你这就 太快了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剧情可能就是我失败的剧情了 拜拜 拜拜